各位生命电视台的菩萨大德 阿弥陀佛 吉祥如意 欢迎收看玉兔临门满愿斋 今天我们请到的厨师是 何玉雪菩萨 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菩萨呢 他有30年的厨师经验 那素食的经验也相当丰富 曾经拥有一家素食餐厅 菩萨今天就劳烦您了 那我们今天示范的第一道菜 就是松子法菜羹 那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有 大白菜 红萝卜丝 笋丝 金针菇 松子 姜丝 香菇 法菜 芹菜猪 木耳条 羹条 黄金虫草 那我们需要的调味料有 那我们需要的调味料有 橄榄油 树蚝油 乌醋 盐 糖 香菇粉 胡椒粉 树沙茶 以及玉米粉 哇 今天的材料好丰富哦 是是是 对方说黄金虫草它还有丰富的营养 而且它有抗炎抗氧化还有能够防止心血管疾病 是是是 刚刚呢我们聊天的时候你有提到那个法菜的来处 是是是是 麻烦你跟大家说 好 好的 那我们的法菜呢它有来自两个地方 一个是来自于海洋 一个是来自于沙漠 那它是一个非常有高价值的食物哦 它含高铁高钙跟高蛋白 是一个非常养生的食材 是是是是 那个今天的菜肴呢我们取名法菜根 是那那个法菜是起协音发财 是 希望来年大家都发大财 是是是 那但是呢平常呢我们修行人不大谈 不大爱谈发财 是因为呢觉得他太熟气了 但是呢修行人也需要资深充裕 又八大人绝经第六绝词就有提到这个部分 贫苦多怨恨劫二元 是是是是 是啊那我们今天就麻烦您了 哪里好好那我们就开始哦 首先呢我们就把大火先打开 是 我们先热锅热油 是 然后来 冰花 这个橄榄油 这个橄榄油是 呃 希腊 希腊原生种的 咖米尼 它是 呃 百年百年的老植物 哦是是是 粗榨橄榄油 其实是我们人体里面最丰盧的 是 我们呢先把我们的姜先给稍微爆香一下 然後呢 我們再把香菇片給放下來 先把我們的香菇 稍微爆香一下 讓它的香氣能夠產生 慢慢的香氣出來囉 我們就把紅蘿蔔絲 紅蘿蔔絲是不是要炒到 這個紅色的油出來 是 還有我們的木耳 稍微爆炒一下 那我們就 把我們的 大白菜給放下來喔 哇今天的大白菜看起來非常的棒 很新鮮 很新鮮 來我們稍微給它 翻炒一下 我就把水給放下來 先讓雞排先 走開來 這樣夠嗎 那我們就再趁這個 煮開來中間 你要炒 我們要來把我們 炒醬料對不對 把醬料給調出來 好 我們就要蓋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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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去燜煮 你需要橄欖油嘛對不對 對 是的 我們的調味 我們需要的是 橄欖油 橄欖油 我們拿一點沙茶 我們的樹沙茶 這個油 不用太大的火 這個油 不用太大的火 等一下兩組 我們要是要兩組 我們是要兩組 這個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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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稍微爆炒一下 把它稍微爆炒一下 然後再加入我們的糖 你看嗎 火炸的時候就會稍微有一點點噴 所以要小心 好 那麼我們的白菜已經煮開囉 我就把我們調的調味 我就給它放進去了 這個就是功夫了 因為通常有些人在煮這個根的時候 不會把醬油跟蠔油跟沙茶炒過 所以它的味道提不出來 其實這就是這道菜香氣的來源 我們就把我們的水 我們的羹條 我們的黃金蟲草 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來開始調它的味囉 來 這個是我們的胡椒粉 羹就是要有一點辣辣的 對 對 胡椒就是酸酸的 讓它的味道沉澱喔 然後拿了糖 糖 剛剛是不是 放到嗎 好 真的就是要酸酸甜甜的 是是是 然後咧 我們再加一點點香菇粉 來 給它提個味 鹽 少許 這個羹真的是香囉 來 最後的把菜放下去 來 我們做最後的調味囉 我們就慢慢的把這個給它勾芡起來 好,我們的芭菜根就完成囉 我們今天的松子髮菜根就完成囉 松子髮菜根 食材 大白菜 紅蘿蔔絲 筍絲 金針菇 松子 薑絲 香菇片 髮菜 芹菜末 木耳絲 牛棒羹條 黃金蟲炒 調味料 橄欖油 素蠔油 黑醋 鹽 糖 香菇粉 胡椒粉 素沙茶 玉米粉 做法 起油鍋 爆香薑絲 乾香菇片 再下紅蘿蔔絲 木耳絲 木耳絲 大白菜 拌炒後 放置一旁續煮 二 另起油鍋 爆香素沙茶 素蠔油 再加糖拌炒 三 加入爆香後的素沙茶 素蠔油 及糖 再下筍絲 再下筍絲 牛棒羹條 黃金蟲草 金針菇 四 下調味料 五 加入用冷水泡開的法菜 調鍋芡芡 即可成碗 調鍋芡 即可成碗 接著呢 我們是第二道菜 那菜名是月亮蝦餅 我們一樣歡迎我們的廚師 謝謝菩薩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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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煩您囉 好 謝謝您 那我們應該來介紹 月亮蝦餅的食材 月亮蝦餅的食材有 春捲皮 蒟蒜 蒟蒜 楊蒸菇 龍蘿蔔丁 香菇丁 杏鮑菇 小麥調理漿 璧芹 以及薑末 那我們的調味料的部分呢 有香油 鹽 糖 香菇粉 白胡椒粉 以及我們的麵糊水 那我們還有一份沾料的部分呢 我們沾料的調味是 薑 辣椒 桂苓 以及檸檬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我們先要把我們的調料的部分 先把它先炒過 所以我需要先調我們的 炒我們的調料的部分 我先把杏鮑菇 釘給它炒起來 杏鮑菇 為什麼不能加油 因為它會 它如果加油下去炒的話 它會比較有腥味 而且不搓手 對 是的 杏鮑菇 還有收蒸菇 對不對 對 我們把它炒乾 不能加水喔 也不能加油 是的 這樣的話 我們的味道才會更香喔 把它兩個炒在一起 我們在炒當中 盡量就把那個水分給炒乾 那現在我們的那個水分炒得差不多囉 香菇丁跟我們的紅蘿蔔丁也加進去囉 把香氣都給炒出來了 我們會 薑末放下來 慢慢給它炒 炒香來 把那個香氣給逼出來囉 好喔 那 有沒有聞到很香的味道啊 好囉 我們要把我們的所有的材料 都要把它混合均勻 所以我們 需要再調味嗎 需要喔 沒有味 那這樣如果沒有調味的話 它會沒有味道的 所以 我們需要它的調料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把蒟蒻給放下去 蒟蒻蝦仁 蒟蒻蝦仁 然後再把我們的蒂芹 蒂芹也放下去囉 好 把材料全部放好之後呢 我們開始調味囉 首先呢 我們放一點點鹽 糖 我們的糖 來 一點點香菇粉 一點胡椒 然後 再來我們的香油 這個小朋友都很愛吃對不對 炸酥酥的很好吃 炸的很酥又很香 不只是小朋友喜歡喔 是 大人也很愛耶 記得啊我們 只要 我們公摘的時候啊 我們到正點氣色 對 那個每次啊 那個師傅都說 他們不吃炸的 對不對 是 然後每次呢 我們煮 一亮蝦餅 都沒有一塊剩回來 對 每一次都說 啊 我們師傅們不喜歡吃炸的喔 然後 對 每一次我們這個 月亮蝦餅出去呢 都是供不應求的喔 好 我再加一點點 麵糊水 昏的月亮蝦餅 有個腥味 那素的月亮蝦餅的腥味 是來自 它的 就是剛剛那個 秀珍菇 跟杏鮑菇 杏鮑菇 乾餅以後 乾餅以後所產生的香氣 它的味道就比較香 像 是 是 好 那我們現在這樣就完成了喔 我們就要來開始製作 月亮蝦餅囉 首先呢 我們把蝦餅皮 展開來 展開來 我們把它鋪平了 嗯嗯 然後呢 刷子 刷子 我們就把它麵糊水給沾上 其實它並不難做對不對 是 所以大家都在家都可以做 都可以試做看看 對 而且這個食材又是 很天然的 又 又營養的 所以其實在家裡 如果 小朋友都會喜歡 對 家裡有小朋友的 可以試做看看喔 我們做兩個嗎 對 我們這樣就完成囉 這樣就完成一片了 這個可以用煎也可以用炸嘛對不對 是 等一下我們就用 炸的就酥酥的 酥酥的 很好吃 等一下我們就用 示範 用煎的示範 對 示範給大家看一下喔 哇 我們的食材 你看 一點點的食材 可以做這麼多片耶 其實你要知道 在市面上 賣的它其實都很薄 那是因為我們自己做 所以我們都會把它加厚加多 好 那我們食材好囉 我們現在要 來把它半煎炸起來囉 油起鍋囉 我們就 熱油 然後把油 下下去 它因為它是要 半煎炸的嘛 所以我們的油 要稍微 多一些些 稍微油熱了 我們就把那個 熱量蝦餅下去炸囉 這時候 火不能太大 太大的話 那就很快就焦了 所以 看啊 是不是很簡單 其實這個代嘉玲 對 代嘉玲每一個 都可以做 自己來做 來 我們把它翻個面 好 這是很漂亮啊 青黃色 青黃色的 我們再把火 再調小一點 這個火啊 要是控制不好 它很容易就A掉了 是 所以我們就是 在家裡 我們的火 就要小心控制囉 不過如果太低溫 它基本上 它的含油量會比較大 對 是 但是就是等一下 要最後 對 最後 最後快 全部要起鍋之前 還要需要用 大火把它加熱 所以我們 需要很小心的 你看很快吧 很快它就定型了 那我現在就準備 給它 加火囉 好 那 我們的月亮小餅 完成囉 看 金黃色的 看起來很有福慾喔 小朋友最愛吃的 對 是的 我們就把它完成囉 切四片嗎 切四片 你看 咬一下有沒有酥酥的啊 看起來很好吃 哇 一刀子下去都是酥的喔 好 來 那我們 那我就來開始做山醬的部分喔 我們首先把我們的薑跟我們的辣椒 把它切成 末式的 我們把它切成末 好 把它切細一點 這樣就可以囉 然後我們再加個 檸檬水 好 加個胃苓 還有點糖嗎 是 好 我們的沾量就這樣完成囉 好 你之前可以把我們之前就先拿起來了 那之前呢 我們有事先把它切起來了 好 我們有事先把它切起來了 好 你之前可以把我們之前就先拿起來了 這是我們的完成品喔 看起來是不是很好吃啊 月亮蝦餅 食材 春捲皮 秀針菇 蒟蒟 蒟蒟 香菇丁 紅蘿蔔丁 杏鮑菇 小麥調理漿 碧芹 薑末 調味料 香油 糖 鹽 香菇粉 胡椒粉 麵糊水 沾醬 嫩薑末 辣椒末 味淋 冷開水 檸檬汁 做法 將所有食材放入鍋中 攪拌均勻調味 2 2 將春捲皮展開 2 將春捲皮展開 將材料放至中間平鋪均勻 將春捲皮對合 3 起油鍋 加熱 加熱至80度 放入蝦餅 炸至金黃色 撈起擺盤 1 2 1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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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